但你持续关心台湾探费费率 环境部经历六次审议 草案终于在昨天出炉 一般费率定为每公顿300元 企业落选择最高标准的自主减量计划 可适用优惠A方案50元或者B方案100元 探费费率草案出炉 但结果引起反弹 呈现台湾近领转型 还有许多难题待解决 首先环团认为优惠的费率换算下来 价格只要20元还有10元过于低廉 工总则指出这样的费率仍然偏高 不利于产业低碳转型 受到冲击的石化工会也是急着跳脚 表示台湾石化业现在正在面临难题 先知中国的石化厂产能快速攀升 竞争白热化 再来进口的石化原料关税低 有助于海外业者抢食台湾市场 如今政府要课征高额碳费 根本是在逼石化业出走 经济部也指出台湾碳费比起邻近国家 日本韩国都还要高 尤其钢铁石化和水泥等产业 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碳费率出炉 但结果引起反弹 呈现台湾近零转型 还有许多难题等待解决